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保证你下个月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变眉了 好吗 我们一起努力看看好不好 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 让自己就是有一种蜕变的感觉 那我整理了十个重点 我们一起来照着做 第一件呢就是希望你每天都化妆 如果你是赖在家里一整天完全不出门 你想耍背的话 那不用化妆没关系 可是如果其他时间 我建议你好好的为自己化个妆 你会变得更加有自信 气色也会比较好 心情就会变好了 所以呢现在我先直接分享 就是我有化妆跟没有化妆 摆了同样的pose 同样的表情的样貌给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化完妆之后 整体的气势好非常多 看起来也漂亮赏心悦目多了呢 素颜就是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就是气色啊 状态没有这么的好 所以呢如果你每天愿意花个 十到二十分钟好好化一个漂亮的妆 可是可以换到你一整天都很美 心情都很好 也变得更有自信 你觉得这个投资是值得的吗 接着第二点要分享的是 绝对要认真请保养 因为只有皮肤好才能够化妆干净好看 然后妆容更加的服贴 最有效能够见效的懒人保养 就是敷面膜了 不管你是干肌或者是油肌 你的肌肤保湿度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肌肤不够水润的时候 你擦再多功效的保养品 擦再好的保养品 你的皮肤都不好吸收 今天我要先插播介绍一款我很爱用的面膜 Skin Food 5分钟面膜 只要给它5分钟 你的保养就会变得更轻松了 现在厂商有提供给我低于6折的限时优惠 在这里我也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现在我就先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它 然后等一下会把优惠码给你们 也会放在影片资讯栏的地方 记得可以点开来哦 5分钟面膜一直都是Skin Food 它们非常经典热卖的明星商品 有多款可以选择 我手上这款紫色的是 熏心舒缓面膜 只要5分钟就能够拥有镇定肌肤 生成补水的效果 可以很快速的帮肌肤就是补水保湿 它最主要的成分 是来自于普罗旺斯的天然纯剂薰衣草 用蒸留萃取法 然后收集蒸留过的花水 做成的一款水洗式的面膜 所以当你打开的时候会发现 里面竟然还可以看到 真材实料的薰衣草花瓣 成分非常的天然 你不用担心说它是有添加香精 或者是有过多 可能会让你皮肤有负担的成分 然后我刚敷了5分钟 洗掉之后 现在对比两边的手 然后这边一整个都冰冰凉凉 然后它的颜色也舒缓镇定很多 这边就是偏红色 保湿度好很多 非常明显 像我自己呢 其实是非常喜欢在洗澡的时候 洗完头 然后洗澡之前就先敷脸了 最后在要洗澡的时候 一起把那个面膜冲掉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可以利用刷牙的时间 然后要漱口的时候再顺便洗个脸 那这款面膜呢 它是防泼水的果冻质地 所以不管你是在洗澡 或者是刷牙的时候敷 你也不用担心说 它会泼到水就被洗掉了 敷完之后呢 你会觉得 脸变得很蓬润光滑紧致的感觉 而且摸起来真的是水水嫩嫩的 它虽然标榜是5分钟水洗式的面膜 但是它其实也可以当晚安动膜使用 敷在脸上呢 就是有淡淡的薰衣草疗愈的香味 也会让你觉得 哇好放松哦 更帮助睡眠 隔天睡觉起床之后 你还是能感受到它一个锁水的效果非常好 目前SKIFOOT它们有跟那个驱程式一些特定的门室配合 官网呢也有公告说 有哪些门室会有贵位 你们也可以直接到它们有配合的门室去看看 因为这个真的是有好几款 你可以去试试看你喜欢哪一款 我觉得其实算是不错的 那目前这款面膜呢 它的原价是680元 优位价是459元 我这边呢有跟厂商争取到配保专属的优惠嘛 所以呢当你在官网结账的时候 你只要输入折扣嘛 PERI 1214 那一瓶呢就会变成只要399 只有5天的时间 直到12月19号 所以你想要趁399的时候 好好的购入体验 你就可以输入这个优惠嘛 好分享完毕这个现实的优惠组合给你们 那接着呢我要再说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希望你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你都能够练习睡前把隔天要穿的衣服整理好 这样子呢你就不会睡过头啊 或者是没时间就随便乱穿乱搭配了 你先搭配好一整套 有点像是小时候 睡前要把书包整理好的概念 这个方法做好 你就可以每天穿搭都变得比较好看了 不会乱穿 那第四点呢就是走路记得要挺胸 收小腹 体态好 就会变得比较美了 而且驼背你会觉得 整个人看起来气 就是精神没有这么的好 那第五件事呢就是多喝水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一个月不要喝甜的饮料 你试试看 对你的身材有比较好的掌控之外呢 其实就算你不想喝水 白开水的味道不好的话 你也可以喝茶 喝茶提神又减脂嘛 不然喝点柠檬水好了 加点柠檬啊 补充维他命吸好了 那我自己是觉得秋冬很适合 就是你一定要多喝一些温开水 投资一个保温杯真的太棒了 我自己其实之前喜欢乱买保温杯 那种大卖场或者是逛街看到是漂亮包装的 我就想要买 然后觉得说会带着他出门 但是呢 说真的 当我用过法郎材质的保温杯之后 就发现太好用了 因为它你可以装咖啡 装茶 它都不会卡茶垢 而且重点是就算你只装普通的水 它也不会变得臭臭的 如果你是用一般不锈钢的保温杯 真的就是会让水变的有味道 我自己用了法郎材质的保温杯已经一个多月了 发现好好用喔 我好爱喔 那这个呢 是我之前有团购的 大概也是用五折的价格 就是可以给大家优惠 不过现在已经截止了 但我还是会持续为大家挖一些好东西的 所以呢 想要买什么东西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可以试试看 可不可以开短给你们最多的优惠好吗 好那接着第六件事情呢 就是每天早睡早起不熬夜 我知道这点很难 但是至少请在12点之前睡好吗 这样子的精神状况会变好 不熬夜真的 你的皮肤也会明显的变好 那第七件事情呢 就是每天至少20分钟 专注去学习某件事情 因为学习的成就感 绝对会让你变得更加有自信 内在美很重要 不管你是看书也好 学英文也好 你每天就是给它20分钟 做完这件事情 好那接着第八件事情呢 就是每天至少10分钟的运动 保持你的新陈代谢好 你的体态也会变好 如果你真的真的很忙的话呢 好啦再说我自己 像我就一定都是在床上运动 不要想歪 就是躺在那边抬抬脚啊 踢踢脚啊 或者是坐那个 那个空中脚踏车 把运动变成你的一个习惯了 你每天去做 你就会觉得很轻松 你就不会觉得运动 是这么困难的事情了 好那第九件事情呢 就是平常不要乱买没有用的东西 不要买一些零食饮料 可爱的装饰品 你们把这些小钱 零碎的小钱全部都省下来 给自己规划一下 例如像是一周好好的买一个东西 买一次东西奖励自己 然后只买能够让你明显变漂亮的东西 不管是变漂亮的衣服也好 或者是彩妆保养品 就是把那些小钱省下来 去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你的金钱规划上 也会有所改变的 消费观也会改变的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那接着呢 第十件事情就是不抱怨 学习赞美 感谢 当心中有屎的人 他看什么都是屎 看别人不顺眼 当然他看自己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所以呢 希望大家停止自己的负面思想 停止抱怨这个世界 抱怨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只有当你真的心态改变了 一切才有可能会产生变化 就像很多人会觉得说 不喜欢自己的单眼皮啊 看起来眼睛很小 其实美有很多种可以 你去多看其他一样单眼皮的女明星们 她们是怎么样去打扮自己的 也许你会找到不同欣赏的角度 你会发现说 原来单眼皮也可以这么有个性 原来单眼皮也可以这么的好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 你要感谢你的眼睛 可以让你看见这个世界的美好 看见很多事情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与其去羡慕别人 你不如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然后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尽力的去做好 努力让自己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样呢 就会不管是在内在美也好 外在美也好 就是有明显的改善 就是就投资自己是绝对值得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优缺点 那还有自己擅长的事情 不管以前你是怎么对待你自己的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内 你能够练习去找到自己的优点 多给自己一些赞美跟鼓励 好好的发挥你所擅长的事情 你能够获得的成就感 会让你就是更有动力 去继续去努力 我相信你绝对会变得更好的 就是剩下 接下来的这一个月时间 我为什么莫名的哽咽 好就是 这一个月的时间内 你花一点心思在自己身上 你如果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糟糕的话 你也就是 努力就是可以在每天中 多鼓励自己一下 对着镜子也好 然后就是多赞美它 那我相信就是人被赞美之后 你的心情绝对也会变好的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了 对自己心灵的对话也是重要的 感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影片 以上我分享的十点是我整理过后 我觉得应该不算太难做到吧 但是绝对是要有意志力去完成的 希望我们在下一个月内都能够变得更好 如果你很明显觉得你有改变的话 也欢迎你们再回到这支影片留言告诉我 就是这十件事情对你的改变就是是如何 好啦大概就这样了 感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们下次见 Bye 嗨我又来插播了 其实现在是距离我前面你们看到的片段 三天过后了 这中间呢我们全家人到那种沙漠区 然后还上山去玩雪 总之呢就到了一个很干冷的地方 然后我在饭店的时候呢 就深深的感受到皮肤好干喔 干到这个手臂你看全部都被我抓到红红的 这一支也是就很痒很痒 我连脚都很痒整个人都就是很干就对了 然后我就发现说 诶奇怪为什么我这只手是已经干到脱屑了 就是有白白的皮屑 可是我这只手的手臂完好无缺 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我就突然想到对 因为我在上山出去玩之前拍了这一支影片 我把这个五分钟面膜敷在这一支的手臂上 就是那个示范 before ever给你们看嘛 因为我自己平常在敷脸的时候 一定都是全脸敷 并不会说敷一半去做实验 然后我那一天敷了两只手的手背之后 然后到山上然后到这么干冷的地方 我才深深的感受到它真的好好用喔 所以现在就是再拍了一段 就是目前算是素颜 可是真心的见证分享给你们 它真的对于很干燥的舒缓镇定效果很好 然后呢那个现在有优惠连结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你们买我也不会有任何的分润或者是回扣 纯粹就只是分享这个优惠给你们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这一款 那当然好用的面膜可能很多 可是这个它给我的感受是很直接的 我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这三天 我的这只手的手背也依旧就是没有任何起白屑屑 可是这一只手真的就是还蛮痒的 我中间有巴哈叉的护手霜啦 所以现在可能看起来效果没有这么明显 可是我真的是经过这一趟旅行之后 我发现它更好用了 好那我现在就是旅行一趟回来 我觉得好累喔 我也要好好的再继续敷个脸了 好现在总之呢 对它的喜爱度跟信心整个是搭增 很值得推荐给你们 真的好用 好用